小小蜜又到了我們的故事時間了 請問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呢 花婆婆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講這個 巴巴拉庫尼所做的花婆婆 這本書有榮獲美國的圖畫書大獎 是得獎作品耶 你是不是看過了 那為什麼沒有金色的那個 金色的什麼 夕陽嗎 不是金色的那個 喔 那個貼紙喔 我不知道耶 這應該不是那個獎不一樣的獎 不是每一個得獎的都要貼那個貼紙啊 不同的獎項是有不同的標章 好啦 那我們來講這個花婆婆的故事 交給你好不好 因為你說你看過了 我沒有看字 你沒有看字 那你為什麼不念一下 因為我還沒有看過這本書啊 我怕有疏漏的地方 我怕我沒有辦法讀得很好耶 我們一起講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這本花婆婆 這裡有好多漂亮的花喔 你想要嗎 可以隨便摘嗎 不行 對了 我們不要隨便亂摘野花喔 這些花都好漂亮 不知道是不是花婆婆所種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故事 要把這本書獻給讓世界 變得更美麗的每一個人 你我她 對不對 我們都要一起努力讓這個世界 變得更美麗喔 花婆婆住在海邊的一間小房子 房子的四周開滿了藍色紫色和粉紅色的花 花婆婆個子小小的 是我的姨婆 她常常告訴我她年輕時候的事 很久以前 當她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 她的名字叫做愛麗絲 住在海邊的城市 從她家門口的石街上 可以看到碼頭和來來往往的大船 很多年以前 她的爺爺就是搭乘一艘大帆船來到美國的 所以花婆婆的家在哪裡呀 她 喔 就在這附近嗎 就是她嗎 不是這個小屋子嗎 看 她說四周開了很多漂亮的花 藍色紫色和粉紅色的花 我以為是這個耶 不是 她在這裡 喔 她在這裡 所以可以看到那個海洋耶 海邊 他們是住在海邊的城市 愛麗絲的爺爺在家裡的樓下 開了一間店 雕刻一些船頭的人像 以及擺在煙草店門口的印第安人像 她也是個藝術家 偶爾會畫一些帆船和沿海地區的風景 當她很忙很忙的時候呢 愛麗絲就幫她在畫布上畫幾朵雲朵 喔 所以他們都是藝術家耶 一個會雕刻 一個會畫畫 妳會不會畫畫 像愛麗絲這樣 我爸爸很會畫畫 我爸爸很會畫畫 那愛麗絲的爺爺會雕刻喔 所以她開了一間店 專門做雕刻 做雕像的 每天晚上呢 愛麗絲常坐在爺爺的大腿上 聽她說一些很遠的地方 所發生的故事 每次爺爺說完故事啊 愛麗絲就接著說 爺爺 我長大以後 要像你一樣去很遠的地方旅行 當我老了 我也要像你一樣住在海邊 很好 爺爺笑著說 但是啊 你一定要記得做第三件事 什麼事啊 愛麗絲問 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啊 好啊 愛麗絲打得又快又大聲 但是她不知道將來會做什麼事 她每天起床 洗臉 吃早餐 上學 放學 做功課 這就是她的生活 所以愛麗絲跟你一樣啊 都是一個小女生 每天的工作 日常生活就是 一成不變 那她要怎麼樣才能做一件 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呢 應該是種花吧 嗯 覺得是種花 是不是 很快的 愛麗絲長大了 這是不是愛麗絲啊 嗯 愛麗絲決定去做她 她答應爺爺的三件事 她離開家鄉 住在一個離海很遠的城市裡 她在圖書館工作 每天清理書上的灰塵 把書本排列得整整齊齊 並且幫助大家找到他們想看的書 她自己也看了很多很多的書喔 都是很遠的地方所發生的事 這時候 大家都叫她盧小姐 所以你怎麼知道這是愛麗絲 你回來看看 紅頭髮 愛麗絲的頭髮是紅色的 沒錯 所以從髮色可以猜測出來 她就是愛麗絲喔 這時候已經不叫她愛麗絲 這時候就叫她盧小姐 因為她已經長大了 盧小姐常常在冬天裡 抽空到公園中央的溫室去看花草 溫暖潮濕的空氣中 散發著一種甜甜的茉莉花香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嗯 有熱帶島嶼的氣息耶 可惜這裡不是熱帶島嶼 所以她是住在很寒冷的地方 你看她穿的這麼厚重 外面下了大雪 但是有溫室啊 所以溫室裡面開滿了漂亮的花朵 因此呢 盧小姐來到一座真正的熱帶小島 島上的人養猴子和鸚鵡當寵物 她到海邊散步捡一些美麗的貝殼 有一天她遇見了漁村的村長百瑞佳 你一定累了 百瑞佳對她說到我家坐一下吧 於是呢 盧小姐到百瑞佳的家 認識了她的太太 百瑞佳拿出一顆綠色的椰子 請她喝椰子汁 她離開時 百瑞佳送給她一個漂亮的珍珠貝 上面刻著一隻天堂鳥和一行字 我永遠記得你 她感動的說 嗯 我也會永遠記得你的 這就是百瑞佳送給她的那個禮物喔 這就是熱帶島嶼的景象 在海邊 然後長滿了椰子樹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一件是他們的房子 跟我們住的不太一樣 看起來很陰涼耶 很涼快喔 是用那種像是稻草或是茅草做的 然後竹子漸成的 可能夏天很凝涼吧 那為什麼要墊稿呢 為什麼不直接就蓋在沙灘上或是地面上 你覺得在海邊的時候水會不會漲潮 會不會淹起來 有可能對不對 那會淹到房子怎麼辦呢 所以通常像這種熱道島嶼的地區 房子都會加高啊 盧小姐到處旅行 她爬過高大的雪山 穿過熱帶的叢林 走過沙漠 看到獅子在遊戲 袋鼠在跳躍 每經過一個地方 她都交了一些難忘的好朋友 應該這就是她啦 啊 也是個紅頭髮的人對不對 她是把頭髮 眨起來了嗎 還是剪短了 眨起來了 所以她很厲害耶 她會攀岩耶 但她是一個很喜歡旅遊的人 然後很喜歡交朋友的人 最後呢 她來到東方的一個小國家 在那裡 她從駱駝背上摔下來 背部受傷了 喔喔 你知道 這可能會傷及你的肌髓 你可能會終身癱瘓 如果不小心 遭受重擊 你的背後這個肌髓的地方 所以要很小心喔 她摔下來 還好她 是受傷 她應該沒有癱瘓吧 嚇死人了 唉 我真是笨手笨腳 她想了一想 說 算了 我已經走過那麼多地方 也許我該做第二件事 到海邊找個房子住下來 她說做就做 在海邊買了一間小房子 喔 所以她要安定下來了 在世界旅行告一段落之後呢 她決定在海邊買一棟小屋 這棟房屋看起來很眼熟 好像就是我們在故事一開始的時候 就看到這間房子喔 這應該就是來歷斯 盧小姐後來買的房子 然後就是她小時候所住的地方 嗯 這樣連起來了嗎 從新房子的走廊上 可以看見太陽升起來 橫過天空 慢慢的落入海中 新房子的前面 圍了一些石頭 她在石頭中間開闢了一座花園 當她撒下花種子的時候 心裡非常非常的快樂 對了 我答應爺爺要做一件 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 但是做什麼好呢 這世界已經夠美了喔 她講的沒錯啊 這世界已經很漂亮了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她能做 有我們能做 讓這個世界更美的事情喔 她常常望著大海 不斷的想著這個問題 我覺得可以住在海邊 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因為看著一望無際的海洋 就可以讓你的心情更加寬闊 不會很鬱悶喔 第二年的春天 盧小姐背部的傷又發作了 大部分的時間她都躺在床上 去年夏天 她撒下的花種子 不知不覺的已經開花了 她從臥室的窗口 望出去 可以看到藍色 紫色和粉紅色的花朵 輕輕的搖曳著 她非常滿意的對自己說 嗯 我最喜歡這種魯冰花 希望今年夏天 我可以下床去撒更多的種子 那麼明年就會開出更多更多的魯冰花了 你有看到漂亮的花朵嗎 可以從她的窗邊看到喔 但是她一直躺著 沒有辦法下床 所以如果身體有受過傷 等到你年紀健長的時候 越來越大 越來越老的時候 這些傷可能會復發 而且有可能會讓你很難受 她現在就是這種狀況 冬天過去春天又來了 她的身體好多了 可以出去散散步 有一天下午 她慢慢的走到山坡上 她很久沒有來這裡了 當她踏上山頂 忍不住驚喜的說 唉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來那裡開滿了一大片藍色紫色和粉紅色的魯冰花 她高興的蹲下來看著花朵 一定是風和小鳥 從我的花園裡把種子帶來這裡 她忽然想到了一個很棒的點子 所以那個漂亮的花朵 魯冰花 不只長在她的院子裡喔 現在附近的森林裡面 河岸邊 都長了這樣的漂亮的花朵 讓世界更美麗了 那你猜她想到什麼好點子呢 種更多魯冰花 種更多的魯冰花 她立刻回家寫信去訂購了一大包魯冰花的種子 欸?你是不是猜對了呢? 整個夏天 她的口袋裡裝滿了花種子 她一面散步 一面撒種子 她把種子撒在公路和鄉間的小路邊 撒在學校附近 教堂後面 撒在空地和高牆下面 只要她經過的地方 她就不停的撒種子 這裡撒一點 那裡撒一點 你覺得這樣就會開出魯冰花嗎? 我覺得耕種 種花應該沒有這麼簡單吧 但是在她撒下這麼多的種子裡面 應該會有一些勝利的開花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努力應該也是值得的 她的背摘也不痛了 她每天都高興的出去撒種子 大家都喊她 怪婆婆 不是花婆婆欸 為什麼叫她怪婆婆呢? 第二天春 第二年的春天 那些種子幾乎同時都開花了 原野上 山坡上開滿了藍色的 紫色的和粉紅色的魯冰花 他們沿著公路和鄉間小路盛開著 明亮的點綴在教室和教堂後面 連空地上和高高的石牆下面 也都開滿了美麗的魯冰花 她終於完成了第三件事 也是最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雖然被大家稱為怪婆婆 但她並沒有生氣也沒有氣餒 她還是繼續種這些花 你看整個村落裡面 村莊都看起來好漂亮喔 因為有這些花的點綴 我的姨婆現在非常非常的老了 她的頭髮也白了 可是她還是不停的種花 每年都開出更多更多的魯冰花 現在大家都喊她花婆婆 嗯哼 你覺得最後是她對不對 所以她的紅髮變成了一桶白髮 那這個小女孩是 這些小女孩 我不知道欸 說不定有一個是她的那個侄女是不是 不是侄女 什麼 孫女嗎 應該是吧 親戚關係好複雜 不知道怎麼講 應該是她 我覺得其中一個應該是 有可能是她 那紅髮的都有可能對不對 因為基因傳的關係 我常常和朋友站在籬巴外面 看著她種花 她偶爾會邀我們進去坐 聽聽她講故事 她常說一些很遠的地方所發生的故事 有一次呢 我告訴她 我長大後 要像你一樣去很遠的地方旅行 當我老了也要像你一樣住在海邊 很好 花婆婆笑著說 但是你一定要記得做第三件事啊 什麼事啊 做一切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啊 好啊 我答應的又快又大聲 所以她就跟姨婆小的獸一樣 很開朗 想要去旅行 想要住海邊 而且呢 她會努力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事喔 可能她爺爺以前做過 然後她做過 然後她孫女做過 欸對對對 就像代代相傳的 然後她孫女的小孩做過 然後她 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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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子做過 有可能喔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將來會做什麼事 哇 所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事是代代相傳 對不對 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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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我們看完這個故事你想一想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讓這個世界看起來更美麗更美好呢 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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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對不對 還有可以給流浪漢一點東西 妳很在乎流浪漢欸 對啊 可以給流浪漢一些東西啊 因為他們很可憐 就被丟在路上 有一些流浪漢是因為就是 大環境的影響 然後他們沒有辦法 就是在工作養活自己 但有一些是因為他們選擇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所以最後才變成流浪漢 有一些是值得同情 有一些我覺得 並不是這麼值得同情 所以必須要 了解一下背後的原因 是被趕出去 嗯 被趕出去 有可能 我不曉得欸 因為太多流浪漢了 所以我們不要把那個 重點放在流浪漢身上 我們把重點放在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以做的事情 上面去幫助這個世界好不好 好啦 這就是榮獲美國 土畫書大獎的花婆婆 好不好聽啊 好聽喔 那你要不要做一個花婆婆啊 不要喔 你可以種很多漂亮的小花 可是我想要當一個畫畫婆婆 你要當畫畫婆婆 不是畫婆婆 好啦 也可以 你可以畫很多漂亮的畫 然後貼在世界各地 然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麗 好啦 再見囉 可是我想要在海邊做文 好啦 那你趕快搬家吧 掰掰 掰掰